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出席阿里大文鱼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举办的港艺振兴计划战略发布会 并担任主例嘉宾 杨润鸿致辞时表示 作为国家的头部企业 阿里大文鱼不断推动影视工业发展 更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优势 在世界前沿水平优化影视制作 精准发行和推广 全面提升文化影视娱乐产业的发展 过去多年阿里大文鱼与香港的合作一直十分密切 公司参与投资、发行或参与制作大量的影视作品 不断创出好成绩 例如电影独蝕大作和电视剧《新闻女王》等 杨润鸿称 热切期待阿里大文鱼集团与香港影视界共同发展新的合作模式和探索业务领域 一同培育优秀的影视人才 丰富香港影视产业的内容 制作更多元的优秀作品 令香港的影视娱乐业在国际舞台上再创高峰 阿里大文鱼宣布将会以香港作为第二基地 在未来五年投入至少50亿港元发展资金 发展电影制作及发行、版权采购、 剧集制作、演唱会投资、场馆合作、培训专材等业务 同时亦会与香港顶尖影视公司合力制作软线电影、电视剧及网络影视剧等 此计划获得投资推广署的协助 在香港设立工作室及开展业务 并获安排出席不同的交流会 认识本地业界及相关协会代表